5月9号在4月底被判刑 被并判缓刑的709案律师李和平获释回家与妻女团聚 另外5月8号同社709案的谢阳律师在湖南长沙受审 虽然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但是谢阳目前已经办理了取保手续回家了 那么有分析就称 种种迹象显示709案似乎即将收尾 不过包括王俏领李文足在内的709家属表示 他们将继续为仍遭羁押的律师和公民抗争 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领 王女士你好 你好 李和平律师被关押了600多天之后 昨晚我们得到消息他已经获释回家 那么请您谈谈您的感受 为什么李和平律师在10天的上诉期满时获释呢 为什么获释 因为他在被判缓刑当天宣判的时候 他就应该回家 所以说延期把他又这样换了一种方式 这样那个积压把他没有让他回家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的 他应该在当天就立即回家 所以为什么回家 他回家还晚了 他应该正常的他应该早就应该回家 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看 好的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从李和平和谢阳相继获释的这种情况来看呢 中国官方似乎希望尽快把709案结尾 那王女士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好的那么709家属这两天 还表示呢要继续为包括王全璋啊 江天勇等在内的709律师和公民抗争 直到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 那王女士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 因为这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的丈夫 就是他们的这种状态 这种被非法的这种违背法律的这种对待 这种侦查这种起诉 我们一直在为他们的权利的忽略 那今天我的丈夫 他就是说被宣判 然后他这样时间回到家的时候 那跟我们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们一起面对来自公安的这种 粗暴对待的 来自这种政府公权的不理不才的 我们一起这样 我们已经叫做出生入子的这些姐妹 那他们的自己的志心的人 还在被羁押状态 还在这种失踪状态 我们当然要为他们为他们的权利继续忽略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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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的 好的我们感谢王孝玲女士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